大家好,我是边雷,这期是一个非常简短的视频,就是教大家如何彻底的关闭那个Windows Defender,就那个Windows的自带防火箱,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出现那个提示,比如说想下载一个什么破解补兵什么,它经常会给你删掉啊,或者怎样,你可以选择排除,但是我觉得像我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手来说,选择进入它是最好的,因为我都知道哪些是有病毒的,有些是没有病毒的,是吧,开玩笑的, 虽然没有那么厉害,但是随着经验来说,正常刷刷网页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,所以我就要在这里把它禁用,好了废话太多了刚才,我直接就禁就好了,给大家演示一下,首先点开这个开始菜单,然后直接输入这个gpedit.msc,就这个还是这个组策列的这个东西,我们把它打开之后,把这块拉一下,这里有这个计算机配置,管理模板,然后Windows组件, 然后这里面有那个Windows Defender防病毒程序,双击打开,有一个是关闭这个防病毒程序,双击,以启用,以启用就代表关闭它了,然后直接拥有确定,你的保护权就关掉了,其实你也可以在那个注册表里改,但是,呃,你要是改错了的话,或者是把直接把那个,有些教程告诉你,直接把那个Windows Defender的那个,注册表里面直接删掉, 那样是其实不太好,因为那某天你想把它恢复的话,那你,呵呵,怎么办,所以最好是在这个注册列里,用它直接提供的这个,在这里关掉,这样比较好,好了,呃,这期视频就是这样,到此就复,谢谢大家观看,再见。